我叫柯P泰山跟這個網紅拍 對 我找一個滷溝的 然後穿比基尼的來洗車 然後我叫他們三個去拍 我當攝影師 哈哈哈哈哈哈 我相信這個 大家來競標的都是為了做公益 好不好 畢竟 有一半的這個金額我們是要樂捐的 來來來 打一下廣告齁 這邊 我可以吃一口你的食物嗎 齁 有空大家幫我按讚一下好不好 齁 這是我們家總管的粉絲專頁 好不好 按一下 今天最流行的一件事情就是這個 大家都在問我說 對於這個臨車事件的看法 臨車的故事也是不少的啦 如果真的要聽的話 其實齁 臨車其實有很多車是 那有的很長 你知道嗎 那個長到齁 你如果有時候齁 到那個鄉下鄉間小路啊 其實你是不好回轉 齁 那個回轉要前後好幾次 啊你想想看齁 它光這樣回轉就回不出來了 你覺得 它的車體規範會符合規範嗎 加長臨車驗車會過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欸 我是覺得好像不會欸 有些到後期會用一些 比如說 福斯的T5啊 齁 比如說一些這個大台的福特的修旅車旅行車啊 那那種基本上都是可以符合規範的 旅行車改裝的臨車 那我腰是很多啊 我跟你講啦 以前齁 有一些T4 T5啦 很多買回來那個是什麼一些 那種單位叫什麼 禮儀公司啊 對不對 某某禮儀公司啊 那基本上齁 它未必都是在載大體的啦 有些它可能是這個 禮儀公司的公務車啦 我也看過有一些 其實坦白說齁 這 這一種車 比如說我也看過 禮儀公司的老闆的自用車 它不是在載這些東西的 可是台灣人 中國人的觀念就是 就算我知道你是老闆 可是你也都是可能開這個 自用車再往來這些地方 齁 那你也難保 你沒有載過大體 你有沒有載過壇子 齁 所以 有時候蠻難去評估的 所以通常 我我本身 我只要看前車主是禮儀公司 我是都一定盡量不要碰 啊這不是 我這個人不是說迷不迷信 我們就是尊重這個東西 那我就不要碰就沒事 因為有時候牽涉到下一手的問題 但是有一些是這樣齁 他們當他們買到這個 我們先與其不論載什麼東西 只要買到他的車主是禮儀公司的 一定會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把大牌攪銷 齁 攪銷 換新牌 就跟以前在洗 洗牌 你知道 以前計程車要洗牌 計程車要洗二到三次的牌 你不是 比如說你現在 掛計程車車牌對不對 齁 或是禮儀公司 不管 那你買回來以後 就要把攪銷重領一次 齁 再攪銷 再重領 兩次 然後第三面車牌 還是新的 過幾天 再攪銷 再重領 三次 你要洗三次 那以前計程車要洗三次是什麼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要騙貸款公司 也不是騙貸款公司啦 要躲避貸款公司的調查啦 就是說有時候貸款公司 因為他要借你 你辦車貸嘛 齁 假設你要貸八成貸九成 可是因為 如果你這台車前身是計程車的話 你的殘值是不夠的 所以通常貸款公司知道 你這台車前身是計程車 他會打折 那有些貸款公司只會查兩次車牌 就上次再上次 齁 查兩次 不是 好 我就借你九成 那所以說計程車就要洗三次 然後你去借 他查前一次不是計程車 再查前一次也不是 好 借你 所以計程車要洗三次牌 像禮儀公司 我們剛剛講的齁 也是 也是這樣子 一定 第一個 他一定會剿銷叢林 剿銷叢林 那第二個齁 原廠的資料 也有可能去被做修改 其實很簡單啦 就是哪裡有線索 可以查證的到 我們就盡量去把這個線索擦掉 就像車商 或者是一些想要賣這個車的人 他就會想辦法去把這個線索擦掉 你如果正常的 一些零車是正常的車子 都是可以正常買賣的啊 跟轎車是一樣的 但是你如果那種家常型的 那種是沒有 如果是沒有牌的 基本上那只是一個玩具 沒有產權的 你隨便要賣給誰都你家的事情 來 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站起來給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 我看得到嗎 讚嗎 有沒有讚 這有口罩有喔 啊 你們知道為什麼他口罩只掛一邊嗎 因為他沒有左耳 來 二手車過戶 e-tag魚兒會轉到新車主嗎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齁 大家記得齁 好 你們車賣掉的時候啊 e-tag要自己打電話 好 假設你是你的車賣掉了 你要自己打電話到遠通 跟他講說我的車賣掉了 然後他就會在電話中確認你的身份 他會問你說要把魚兒轉到哪裡 那你就給他提供你的帳戶資料 那基本上是不會交接到下一個車主的 如果你沒有去做打電話轉移這個動作 那因為這個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遠通是私人企業 所以他的資料庫 不能跟我們的監理站的資料庫是通用的 喔 這樣涉及到這個各資法 對不對 尤其如果遠通有沒有入資 我們也不曉得 所以他並不知道你賣車 遠通並不會知道你車賣掉了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打電話去 辦你轉移退費 要不然他是不會跟著你的過戶 而過戶的 你沒有弄你就會一直被人家開王八蛋的喔 然後還有第二個喔 有些人他會去申請你自己的車 你會去申請那個信用卡 停車自動扣款 喔 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知道這個功能 你如果有去申請你的車子啊 停車費會自動從信用卡扣款的話 那你也要記得 你車賣掉以後 過戶給別人以後 你要打電話到這個信用卡公司 去把這個功能停掉 或者是轉移到你的新車去 都要記得自己去做這個動作 要不然 下一個接手你的車的人 他的停車費 都會從你的信用卡扣款 這都是有案例發生的 你們要記得 因為這也是相同的道理 信用卡公司跟我們監理站並沒有連線 所以他絕對不會知道你的車已經過戶了 如果這個車上 老婆有在先生車上放這個追蹤器的 也要記得拿下來轉移 哈哈 不然抓錯人 呵呵呵 有賣過1.8T的C250嗎 推薦 現在250比較少了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直接買到300去了 250那個型好像有一點稍微有一點小小的退流型 老車會不會容易火燒車 其實火燒車案例不多 火燒車大概是 呃 我遇過聽過幾次齁 大概有比如說 好 大部分是電線 就是環保材質啊 電線真的很舊了 30年的車 老車 然後電線的那個皮都硬化了 破皮老化 都沒有去更新 其實也沒有人會去更新了 然後休怕點燒起來 我有聽過 再來一個就是類似那種改裝車齁 像類似Inpressa那種渦輪車 那因為渦輪車大家知道齁 它引擎室排氣管的溫度很高 兩三百度 那你萬一前面又有一些改裝的一些管子啊 汽油管啊 有油氣啊 機油啊 沒有 肉油沒有處理好的話 那排溫高的狀況也有可能會燒 目前遇到我覺得是這個電線的原因 還有一個是溫度過高 那個 機油或汽油齁 有肉的狀況燃燒起來 這兩個是遇到最多 然後再來第三多的有可能就是這個 車上抽煙 然後抽一抽啊 然後煙 從窗戶丟出去有沒有 沒有功德心嘛 你從前面的那個技術不好齁 你煙頭這樣丟出去 要從後面飛回來 然後飛到後座去 然後就修起來 大家是不是要準備一罐滅火器在車上 我之前其實在我部落格 我有推薦過一款車用滅火器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因為其實滅火器 我稍微之前有研究過 有很多是從對岸過來的 那其實對岸過來 有時候那個品質稱之不齊 有時候那個東西它 因為它裡面有壓力對不對 那你去買很便宜 我記得那個有很便宜 一百多塊一瓶的 那你放在車上 以台灣這種高溫高熱 本身它又是有壓力的東西 會不會在車上爆開 你要買車用滅火器 你還要看它的存放的規範 或者是說它有沒有通過國家的安全檢測 有沒有標章等等 就算它沒有在你車上爆開 齁你貪便宜 你買到便宜了之後 萬一有一天你真的要拿出來用 結果 拆不出來 你就 載了一個沒有用的廢物 放在車上載了很久 所以記得齁 大家如果要去買一些車用的滅火器 你一定要把規範注意好 好不好 你應該安卓機會影響車價嗎 不會啊 除非你那個安卓機裝得很醜 有些人很醜有沒有 不符合那個原本的規範 然後那個超出那個外框啊 或是高出來影響視線啊 我覺得還不至於到影響 韓國車我不會進啊 韓國車我只會進i10而已啊 喔我前一陣子也遇到很多這樣的問題 小師哥我是你忠實的粉絲 請問你有賣納智傑M7嗎 小師哥我是你忠實的粉絲 我想要找一台現代的IX3 呵呵呵呵呵呵呵 不知道該怎麼回啊 13年Swift有什麼缺點嗎 變速箱要注意喔 那變速箱有時候會有異音 就是你開起來的時候齁 大概在60公里左右 然後你會聽到那個 變速箱有一個共鎮的 共鳴的聲音 嗡嗡叫的聲音 可是不大聲 但是那個是不正常 那這個狀況可以回原廠要求他處理 舊馬5有什麼通病 就跟IMAS一樣要注意變速箱好不好 變速箱我覺得蠻容易壞的 據說他是因為他變速箱的電腦 好像設計在變速箱上面 我沒記錯的話 那那個地方對於熱或水 是沒有任何遮擋 所以有些人會把 把那個變速箱電腦移位 我有聽過這樣的處置方式 對剛剛衣服講到一半齁 欸這個衣服之後會出啊好不好 對啊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這個 看有沒有知道這是什麼 這我們最新的LOGO 它燈太亮了喔 上面是黃色的啦 可是現在燈太亮照不出來 什麼啦 喜歡的打喜歡啦 有興趣的打加一啦 這台賣什麼 賣LOGO啦 我自己超喜歡這個帽子 我講真的 我以後每天都要戴它 呵呵呵呵呵呵呵 其實這個 因為現在燈太亮喔 這個上面 這個上面這個是黃色的啦 我們泰山設計的啦 我覺得這個喔 這樣素素的單純就很帥了 為什麼IMASA GC8那麼便宜 因為老了啊 可是也沒有很便宜啊 你車況好的也是要二三十萬欸 Focus手排車有什麼通病嗎 Focus的通病我之前講過啦 就是那個 水龜 火車頭 就節氣門 啊汽油幫補啊 排檔軸套啊 烤耳啊 然後空調按鈕都會落差的啊 還有開引擎蓋那個中網 裡面的那個開關啊 那個三千多塊 Toffee 那個跟家門鎖壞掉一樣 你就是媽沒辦法回家 你沒辦法開引擎室 要修什麼都不行 呵呵 所以一定要修 看不能撐 里程數多了真的就不行嗎 喔 尾正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深入討論一下 其實齁 不是里程數多 就一定不行 而是 我覺得有時候你們買二手車 要有一個想法 第一個 假設你今天要買的一台車齁 好 小師賣的 Artist 假設他跑十八萬公里 好 那我假設我賣十六萬 你今天花十六萬 你買一台十八萬公里的車 你打算開多久 對不對 你如果打算回來只開一年兩年 那你了不起 在你手上 也開個兩三萬公里了不起 那基本上我覺得 那你花十幾萬買這個車 你的影響就不大 如果加上又是之前整理過 如果你打算一台車是 買回來要開到它報廢為止 那當然你買里程數越少的車 它死得越慢 那我自己的經驗啦 我的感覺啦 齁 不管我收到年份多久 我常常在講齁 你買二手車 你就去把 把這個 它的里程數 處理它的年紀 你去看看這台車一年跑幾公里 那我們能接受的是 一年跑在一萬到一萬五千公里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相對合理的 一個使用的里程數 好 那我們不管它多老了 你看喔 一台二十年的車 跑了二十萬公里 其實也很合理 它一年只跑一萬公里 但是問題來了 我自己認為一些大 比較大宗的國產代步車來講 我覺得一個引擎 超過二十五萬公里 我會認為很了不起 當然我知道有很多開四十萬公里 五十萬公里 大有人在 但是我自己的經驗來看齁 超過二十五萬公里 假設你今天要買的一台車 不管它什麼年份 它跑了二十三萬公里 二十四萬公里 基本上我就覺得 你買回來 能用的這個里程數就不高了 那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正確的數字 能夠表達說 一台車它的使用的程度到多少 好 它並沒有一個百分比 比如說這台車是三成星 還是五成星 還是八成星 它沒有一定的數字可以表現 所以我們唯一能用的方式 就是把它表現在這個里程數上面 那我每個人的預設的里程數不一樣 那不管多老了代步車 我自己預設的里程是在二十五萬公里 我認為對我來說 二十五萬公里 就等於是已經百分之百的使用率 我自己認為 那當然不是說二十五萬公里 真的到二十五萬公里那一天 它就 啊我死啊 我就死了 也不是齁 就我覺得說 相對你要花的錢 在引擎的整理上面 油路的整理上面 周邊的耗材整理上面 你可能就要花相當程度的錢去 再做一輪的翻新 好 我的感覺是這個樣子 那給你們做參考 不管 當然我們不希望說 短時間內用很多 我今天舉個例子 我今天遇到一台車 它是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的車 它開了六萬多公里 你如果把二零一七年拿掉 跑六萬多還好啊 一台車跑六萬多 你如果照小師講的 到二十萬二十五萬 還很遠 可是問題是它只有三年車 就跑了六萬多公里 那使用的這個頻率太頻繁 我們會覺得說 哇 這顆粒蠻有在用 而且在價錢差不了兩萬三萬的狀況之下 當然我們希望 我們買到三年車是跑三萬公里 為什麼我要去買 Double的使用程度 所以其實它沒有一定 它可能會依照各個車款 各個廠牌 然後對照它的年份 而且你要講的更深的就是 它這六萬公里是怎麼用的 為什麼大家不喜歡買計程車 因為計程車停停走走啊 常常在市區停停走走啊 那為什麼有些人覺得 它六萬公里 如果假設它都是在開高速公路居多 可能又有八成 七成以上 都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使用 那比起停停走走又好了一些 所以其實它牽涉的層面 我覺得還蠻廣 不過簡單講 如果在里程數 是可以準確可以作為 參考的一個條件下 那我們當然選擇越少是越好 SX413年還不至於有通病 如果里程數開太高的話 它壓縮機的離合器 還有那個避震器 還有SS4 還有那個叫什麼 方向機 都要注意 薩拔為什麼會擋 因為薩拔沒有出新車了啊 然後它又沒有去接其他車的代理 03年ABS壞了修理 為何要10萬 因為你去原廠修啊 原廠要10萬 外面不用 會啊 會比較耗油啊 你那個空軟筆會不正常 因為它偵測到你的氧氣不正常 那油就亂噴啊 爬不笨啊 最後你就會 努勾努勾啊 燃燒不完全啊 然後引擎就會不順啊 引擎不順就會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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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死 啊 就這樣 S肌肉車台灣流行不起來 台灣 我跟你講 台灣沒有美國玩車的空間 幹美國玩車多爽啊 你看那個 嘖 引擎蓋開個洞 節氣門在上面 油門踩踩踩踩 然後就看到 爐爐爐爐爐爐 那個節氣門在那邊開關開關開關 多爽啊 你在台灣你弄一台看看 開不到500公尺 你就會看到一台白色摩托車 嗯~~騎到你旁邊 欸!樓車樓車樓車 請照駕照我看一下 你怎麼搞啦 肌肉車對不對 台灣的媽的 你肌肉車又要肌肉就寬嘛 啊驗車也驗不過 那這麼簡單 台灣的媽的玩車 根本就是玩車的那個地獄好不好 不是天堂 25萬公里全 全車換過一輪我也認為是新車 欸!不能這樣想 喔!這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了 我跟你講齁 很多人以為說 啊!我全部都整理過了 啊!我就變成 whole new新的 不可能做不夠 一台車的零件 有兩三萬個零件 你不可能把全部的零件都換新 你只能重點換新 除非你真的把全部的零件都換新 那個才叫做 你才能認為那是新車 齁!所以永遠是換不完的 啊!你如果要全部換完 你不如就買一台新車 除非你對它覺得 非常有紀念的價值 非常的有愛 齁!你去找了很多 但你也不可能把全車的東西都換新 以前有一陣子齁 有一個 某 車行 齁!不斷的在這個 網路上鼓吹說 你們都會買營業車 營業車一台齁 那時候比如說 Artist啦齁 假設市價都賣30萬 營業車買進來 一台只要15萬而已 進價 車..車商進價只要15萬 然後他就回來說 來!你看!我買一台15萬回來 我把引擎整個卸下來 分解 裡面油封 無靈 什麼 都換新 什麼 點火線 圈 有的 沒的 壓縮 枝 穿 四季 都幫你換新的 整理到最後 我賣你25萬就好了 大概就花個10萬塊錢好了 整理完25萬 就跟你講說 請問你 這台車為什麼不能買 他雖然之前是計程車 可是我已經把引擎什麼什麼那些都弄新了 為什麼不能買 你看!還比30萬 你看!你去外面買一台中古車 Artist 30萬 7年車 然後也跑了十幾萬公里 難道他回來都不會壞嗎? 那我買一台計程車回來 幫你都翻好了 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開了 那我跟大家講 這是錯誤的觀念 這個有一個盲點 當時這個店家在網路上 用這個方式賣了很多車子 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首先 他買一台計程車 現在計程車隨便一台 30萬公里 40萬公里 50萬公里的Artist 買回來 但是呢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就只是這些車子的一些重點零件 有幫你做整理 但是 一台車不是只有這些重點零件 這重點零件以外的東西 他還是跑了40萬公里的東西啊 這是第一個盲點 那第二個盲點是 我的經驗就是這樣 原裝的引擎 如果一旦 你氣缸床 電片充掉 或者是 你拆下來 摩擬鋁鋁 基本上這個引擎就已經 沒有好啊 我坦白講 台灣的 不要說台灣的 摩擬鋁的技術不好 台灣摩擬鋁技術很好 但是一般的修理廠 幫你拆下來 彈鋼的修理廠 第一 他技術有沒有到 第二 他幫你 摩擬鋁是為了要盈利 他不可能找很貴 技術很好的人 來幫你整理 工法就有問題 這第一點 一個引擎的強度 原廠的公差是最標準 那你外面 改裝廠 幫你做的這一些東西 一旦拆過 他的棒數 他磨的精不精準 車的 車工 裝的漂不漂亮 技術好不好 完全影響到你 這一個氣缸的耐用 後來 一直到我做這個行業 我發現 其實二手車只要拆過 重新整理過 基本上 那顆引擎已經不耐用 因為越車越薄 強度已經不行 耐用度已經不行 甚至有很多 氣缸床墊片 充掉 燒掉 你如果做的不好 做的不完全 你用省錢的方法做 你那個引擎會變得很沒力 變得很好油 然後變得不耐用 所以基本上 你把原來不需要拆的東西 然後因為你買了計程車 跑了四十萬 所以他說 我幫你翻新 其實不是他幫你翻新 是因為 你買到一台四十萬的引擎 你不得不翻新 然後翻新的技術 如果又沒那麼好 哇 GG 你變得不耐用 所以 我覺得後來這個店 就有一些 糾紛嘛 就沒有在做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他用一些盲點跟人家講說 誒我們這個 競價很便宜的計程車 我幫你翻新 可是問題來了 不可能全部翻新 而且翻了以後也不是新的 如果今天他幫你買計程車回來 然後去這個原廠 去國外進了一個全新的引擎 幫你裝上去 那我覺得這個才叫做 whole new 好不好 才是新的 但是你用翻的東西 你都稱不上是新的 翻的東西還是舊的 所以大家記得 我們有時候常常會去看 為什麼這個引擎 上座或下座有沒有拆解過 我們出去 估車的時候 會去注意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 也不想買到 引擎有拆過的車 因為引擎有拆過的車 就是不耐用 這個在 很多人 你看在一些論壇 很多人說 我去哪裡買一台 Focus 二手的 超好油的 然後你就會發現 有人說 誒 我這台車 我從新車買回來到現在 我覺得油耗還好 差別是什麼 這個人買到這台二手車 有沒有可能先前已經 彈過鋼 或是換過激光雄雷片 或是沒有幫他修理好 以至於你買二手車的人 你覺得 對 開是沒問題 但是很好油 所以有時候落差就在這邊出現 所以每一台車都有 說好的人 說他不好的人 那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你如果真的買新車回來 正常使用 我覺得 你的言論是 也許是可以參考 但是你買的是二手車的時候 你的言論我覺得 不一定是可以參考 因為我不知道你買到什麼東西回來 傳動軸翻新好還是新品 看價差 有時候一些底盤的零件 傳動軸三腳架 你怎麼簽有的沒有的 你在換的時候很多人會去 避震器也是 會去說 我要換翻新的 還是換這個新品好 新品是要原廠還是要副廠 那我覺得我會訪問消費者說 很簡單嘛 你看價差多少 價差不大 那就換新的 再來第二個 你打算還要開多久 對不對 你還要打算開個兩三年 那你就換新品 你就省了一點點錢 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要自己去評估一下 Sentra的評價 Sentra你就要買新款的 好像17年的 17年後的那個 新款的Sentra 新鮮草變速箱修得好嗎 一定修得好啊 怎麼會修不好 變速箱比較沒有像引擎這麼複雜啦 所以變速箱很難修不好 但是引擎我覺得就有可能會修不好 其實為什麼我剛分享是這樣 剛剛我分享的是底盤的零件 因為底盤零件它基本上 你換到劣質品也不太會去影響到你的安全 你的油耗 你的行駛的狀態 因為它不會一掛你車就夠了 所以我覺得說你可以去選擇性的說 正廠副廠要用多久 但是有一些會影響到你安全性的東西 比如說卡鉗、分棒、煞車 呃一些電子的感測器 還有剛剛那個漢說的那個 汽油幫浦對不對 汽油幫浦掛的就是雕掐 那這些東西你可能就沒有那麼單純了 你就要去考慮說 是不是該用正常或是用新品 翻修好還是互換好 您採承我跟你分享一下齁 基本上變速箱翻修跟互換是一樣意思 翻修是它用你原本這一顆下來 拆開該換的東西修好裝好給你 互換是它有別人修好 它壞掉留下來修好的備品 然後它換你這一顆壞掉的下來 那你裝上你就走 然後你這一顆壞的它再翻好等下一個人 所以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 其實Severing這個車子齁 山林的車其實我覺得還OK 那年紀大了也是汽油幫浦 還有吃雞油要注意 不要買里程數太高的 我覺得它吃雞油有時候也蠻嚴重的 換壓縮雞油是不是等同 提早壞掉壓縮雞油 通常壓縮雞就是用到壞掉直接換新這樣 店內兩台其中就之前的RAP品 對啊 Spaceback 對啊 然後葉子還在 Leave還在 我還沒有空拍 我可能最近要拍一個長途的試駕 試駕完我應該就看要怎麼處理 我還在研究它的電池 還有啦還會再拍一集 Leave還會再拍一集 因為那個電池我還沒有研究完 等我研究完 我就會看怎麼處理了 Core Plus SWIFT哪一台比較推薦 沒有錢 沒有預算就買Core Plus 啊有預算覺得喜歡SWIFT就買SWIFT 因為有些人覺得SWIFT比較帥 Core Plus比較呆 壓縮雞啟動很明顯的震動快掛了 不一定啊 那要量一下 George 你那個壓縮雞要去量有沒有吃重墊啊 還是說你的那個Bia Ring 培鈴啊有問題 或是皮帶有問題 所以你要檢查一下 不一定是壓縮雞快掛了 冷氣冷熱都正常 出風口最低溫高達10度 冷氣不冷哪邊有問題很 也很難跟你講啊 修理場檢查比較準啊 壓縮雞啊 冷媒不夠啊 壓縮雞不夠力啊 或者是這個壓縮雞內漏外漏啊 全部都漏啊 檢查一下啊 或散熱不好啊 那個冷排啊 欸其實大家你們 如果自己會去那個洗車場 自助洗車 那你記得 那個水柱不要轉得太 你要轉寬一點 不要太集中 因為集中太強 其實你自己可以試著去沖 保險桿內側的水箱冷排的棋片 其實水箱冷排棋片是要定期清洗的 因為會表面會卡很多的 泥巴啦 髒污啦 樹葉啦 蟒糖溼的那有的沒的 那會影響散熱的效率 所以下次你們可以試著 用水槍稍微掃一下自己的棋片 不管是水箱還是冷排的棋片 稍微沖一下 每月年底買二手車會降價 不一定啦 其實二手車的那個價格 跟著這個景氣 在浮動的 所以二手車沒有一定什麼時候會降價 或是什麼時候會漲價 二手車也不可能漲價 你如果要買的是二手車的話 早買早享受 因為你沒辦法預測 我自己都沒辦法預測接下來 你看現在這樣疫情這樣 我怎麼知道一定會好 我也不知道啊 其實現在的那個 二手車的買賣 並沒有很好 其實我覺得各行各業都一樣 有些 我相信有些可能比我們更差的都有 肉冷煤是什麼味道 酸酸的味道啊 幹不要聞冷煤的味道 那會中毒 那會中毒 冷煤的味道嗎 那會破壞臭氧層 新車變速箱換過 脫手二手車架不會影響 對於車行來講 他我們很喜歡你已經換好 303來翻新不會 我曾經有想過 我之前有雇過一台303 後來我發現那個板金齁 那個時候的303的板金 真的是軟到不行 大部 也不是不能這樣講啦 就是他 畢竟也這麼久 秀到都爛到亂七八糟 我不敢買 我覺得那個回來會很頭痛 車子換魚眼大燈好還是不好 沒有什麼好不好的啊 魚眼大燈其實沒有什麼好不好的 自己喜歡就好啦 不過魚眼應該是比較集中 不過你也會調啊 你換的魚眼你也會調光啊 要不然你變成高色砲 跑山路車有燒焦味是正常的嗎 其實蠻正常的 因為我住山上 所以我每天回家 到我家的停車場 我是住山頂最高的 我每次到我家的停車場都會有燒焦味 因為我常開不同的車回去 一定都會 因為你頻繁的踩煞車 可是你要注意是燒焦味還是燒機油味 通常在你這種爬山下山的狀況 萬一你的引擎變速箱有漏油 滴到這個排氣管上 然後就會引發一種油臭味 是油燒掉的味道 那個就要注意喔 所以你要注意是燒焦味還是油被燒掉的味道 第二TIDA 14萬公里 8年14萬 818 8864 有點偏多齁 該注意什麼 TIDA要注意它的那個風箱啊 冷氣系統啊 那變速箱還好 變速箱不太會壞 喔TIDA的那個方向機 還有避震器 14萬公里要注意的東西比較多一點 所以你耗材要多注意齁 10萬內手牌方卡 很多啊 不過都蠻老的啦 對啊 不過蠻多老車 你10萬塊現在買到手牌K8對不對 這個衣服是我們之後要賣的齁 我今天只是拿這個樣品回來 可能還會稍微做一點修改 什麼時候開賣帽子 不知道 還在跟廠商聯絡當中 有的話會在粉絲頁跟社群 YouTube都會同步上映 有沒有去那個啊 你們先去 先去這一邊 記得按讚訂閱一下 你們如果真的以後想要看 加一下這個FB啦 然後之後 有可能我們在裡面就做一些 比較生活的東西 我們在處理什麼事情的時候 在做運動 比如說我們兩個呢 在做瑜伽 就直播出來了 好不好 以後她 只在這邊出現 我老婆都 我的影片都很少出現 女孩子家 拋頭肉麵成何底筒 我的頻道 我覺得 不要在我頻道 拋頭肉麵 那些都色狼 要的話我就花錢 請別的女生來給你們看就好了啊 你就想請別的女生 你看我老婆幹什麼 我就不習慣我老婆給人家看啊 沒關係 以後我請女生來 我叫柯P主持 這樣可以了吧 不要說我自肥 我叫他跟柯P拍 柯P跟泰山 我是為了我廣大的觀眾朋友們 我可以犧牲小我 我自己不拍 我叫柯P泰山 跟這個網紅拍 對我找一個肉 乳溝的 然後穿比基尼的來洗車 然後我叫他們三個去拍 我當攝影師 我一直特寫 我一直特寫 一直特寫 我一直 我跟你講 那部分拍起來都看不到泰山 柯P啊 大家都看不到 因為阿頓在特寫 你看 鎖定一下這個 上架 一樣出 出一波 不出了 我們在做東西 不是要練才 以後大家戴這個帽子在路上 就可以想忍 欸 你也是黑人哥的粉絲 有沒有 大家戴這個帽子在路上想忍 好啦大家晚安啊 下波啦 大家晚安啊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